我们是二三四年级的小朋友 为了帮助地球 我们成立了一个公益小组 主题是 走路舒适圈 捡烧烫足迹 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爱地球做环保 我们觉得地球越来越热了 在饲养动物的过程中 会产生不好的气体 让地球暖化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鼓励大家 多吃菜 少吃肉 汽机车会排放废气 也会让地球发烧 所以我们也要邀请大家 多走路想开车 好乐哦 我想要走进地球 怎么会这么进去 走路舒适圈 减少看足迹 保护地球 我想便宜 我想要走进地球 我想要走进地球 rode走 我们没�� joint 走路舒适圈 选小汕足迹 爱国主委 limite 好了 horm Grove 来 жел 找人 拿走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走入都市圈 减少碳足迹保护地球 为了鼓励大家跟我们一起行动 每天上学时间 我们会在前门两侧的人行道上 只要你是走入上学 就可以盖一个章 如果你是家长接受 在巷口提早下车 我们也会帮你盖章 多走一段路 减少排碳量 让地球不要发烧 如果你有记录自己多吃菜 少吃肉的表格 只要记录三天 就可以盖一个章 挤满十个章 就可以换一张 可爱的明信片 是我们自己画的哦 谢谢您走入爱地球 走入舒适圈 减少碳足迹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走入舒适圈 减少碳足迹 做环保爱地球 我学到了团结力量大 大家一起合作力量就会变大 做事就会更有效率了 我们全家最大的改变是 以前天天三餐都有肉 现在我们会多吃菜少吃的 参加完这个公益小组 让我明白原来是小学生的 我也可以帮助 从活动开始到现在 我都来在走路上 可以爱地挑战好 从这次的活动中 我学会了要团结合作 还有我现在一餐没吃肉 也没关系 以前我很爱吃肉 但参加完公益行动后 我变得很爱吃菜 肉吃的比较少了 原来这样可以帮助地球 现在我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会跟妈妈说 妈妈菜给我多一点 肉给我少一点 原来爱地球这么简单 但是都可以做得到 我入住四天前 大家一起爱地球 耶